Hello 大家好 我是 Jamie 今天這一集我來跟大家解惑一下 什麼時間點我選擇要考 指考而不是學測 嗯...就是當時 其實是大概二月多有就開學左右 學測成績會出來嘛 然後很多同學是 在考完學測的當態就已經去對答案了 然後大概就可以界定自己的 積分然後就開始準備 指考 可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就是那種 會後繼無力的人 所以我不敢那麼早開始決定 而且我當時預想的狀況是 我可能學測有六十五幾分 那我覺得如果六十五幾分 我可能就OK了 可是沒想到學測成績出來的時候六十幾分 我真的覺得太慘了 在我們學校可能是 像我們班的話要考台灣學校的人裡面 我可能是成績最差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可以努力 然後後來才決定去選擇指考 那我前幾支影片呢 有跟大家說我個人是比較推薦指考 然後對你們這一屆來說 可能狀況又更棘手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算出了他們的成績 可是因為你們是第一屆五選四 所以你沒有辦法看出來 我的幾分數在哪裡 然後大家就會很panic想說 那我要怎麼準備 我到底是不是該開始指考 其實我必須要很良心的建議大家 我覺得你這個寒假就先好好休息 因為前面已經經過那麼長努力的時間了 你不好好休息給自己的傳奇的機會 後面你只會就是努力的程度會下降 然後你的進步空間就會減少 所以就是其實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大概怎麼樣安排你的時間去準備指考 那我大概是在就是成績公佈的當天 才正式決定我要準備指考 然後當天開始就做我的讀書計畫 大概看一下 我有哪些部分還沒有讀清楚 那像是一到四冊的話 我就沒有回去再重新看一遍了 我只有確定就是 在學冊題目 我之前寫的歷屆跟我的學測考試上面 哪一個單元的部分我確實是比較容易錯的 我就回去看 那像英文的話 我就把所有的之前的文法 全部再重新寫一遍 全部再看一遍 然後我英文會錯的大題呢 也另外去買題本去做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前進 如果你確定要考指考的話 可是在學測成績公佈之前 我覺得真的就好好休息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那我後面的準備速度呢 大概是一開始的時候大概花80%的時間去做準備 就是一開始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還是多少會在吃飯時間 跟大家跟同學聊聊天 然後幹嘛幹嘛 就是還是要給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是到後面倒數 只考倒數一個月的時候 就是剛好也是畢業典禮結束之後的那段時間 就去補習班 然後去那種黑馬衝刺班 那我去黑馬衝刺班 是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管不了自己 然後我如果在家念書的話 一定會分行 然後如果我去學校自習念書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好我自己 所以如果你跟我有同樣的情況的話 我會蠻推薦大家去那種就是自習班 或者是去那個K書中心 但因為K書中心可能自治力也要很強 所以我覺得花點錢然後去就是 對還蠻好的啦 有些自習班可能也會提供解題老師嘛 就那樣比較符合我覺得直考生的需求這樣 那有些人可能是從禮組跨考文組的指考生的話呢 其實你們也不用太擔心 就是選修的社會的部分不難 然後那如果你是社會組跨考禮組的話 我可能就沒辦法幫你 因為難度真的有點大 應該這樣講 然後對禮組生來說 如果你真的很緊張的話 你怕你跨考文組 就是你前面選修的部分辣掉的話 我覺得可以就是 你可以在寒假的期間 可以去找你的社會組的同學 或是去買選修的課本 但因為選修課本其實基本上就是 複習過去一到四冊的其他東西 然後再更深入去了解它而已 所以真的不用太擔心 那其他科目的部分 我之後會再一集一集講 我到底是各自怎麼準備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現在這段時間就請你好好休息 然後不管怎樣 我當然希望大家可以學測就上 只是如果你真的狀態不夠好 你覺得你學測沒有發揮到 自己全部的能量跟自己的實力的話 選擇指考是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方式 就雖然你多花半年的時間 可是你可能可以上一個 真的可以給到你很多資源的學校的話 真的也符合你的 一開始期待的學校跟科系的話 我覺得這樣真的比起 前面就放棄還要好啦 所以今天這一集 大致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我有時間我就會回大家 然後最近這幾天我會趕快把 之前沒準備好沒有po的影片 趕快弄上去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加油 努力上自己好立像的學校 掰掰